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的极端危急情况下 挽救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 应有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那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吗 现在我们就到前方的继续参观 来这边请 姐姐这是什么啊 这是贺龙元帅当年打仗时用过的怀表 贺龙是谁呀 贺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之一 打败坏蛋的大英雄 军长兄弟们的血都流干了 你跟兄弟们说的好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 富贵前程你不要 你非要跟他共党走 你这是便捷 是对军人的耻辱 军长 出事了 怎么了 三营军长赵福生 叛灭了 去哪一个优惠 我看你一眼 对我说 我把你推卸 我看你一眼 对我 我看你一眼 一眼 没什么 我就一眼 我看你一眼 我的乘法 我的乘法 我看你一眼 我看我看你一眼 我们是什么样的军队 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 是干什么的 打倒列强除军阀 说得好 打倒列强除军阀 我贺龙准两把菜刀闹革命以来 不求生官发财 一颗脑袋 悬在脖子上打天下 为的就是穷苦百姓 能过上好日子 可是 蒋介石和汪俊卫 公开杀害共产党人 和革命群众 国民党 他革的是谁的命 他们在老子心里 早就死了 我贺龙 已经决定跟共产党走了 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 想跟我继续打的 就留下 信存杂念的 拿着军响 回家好好过日子 大斗军阀 快战统一 大斗军阀 快战统一 大斗军阀 快战统一 好 有血信 不愧是我贺龙的兵 我现在告诉大家 因为叛徒告密 中共前卫决定 其义必须提前 大战在即 生死难料 但作为一个军人 我们一定要有马戈果实 战死杀伤的准备 死 也要死得其所 这一次 我们为信仰而战 闹革命 就会流血 要流血 就从我贺龙开始 就从我贺龙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 南昌起义 共兼敌三千余人 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南昌起义 打响了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独立的领导革命战争 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贺龙真厉害 打仗是不是会死啊 贺龙元帅啊 有信仰 有信仰的人 既不怕疼 也不怕死 信仰是什么 信仰啊 是留在身体中的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